通通儿童不宜 欢迎来到Watchmojo中文频道 今天我们将盘点吃大限制级动漫 我们几乎每日都会更新影片 所以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以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在这份榜单中 我们将盘点那些未成人所设的动漫 这些动漫都有着不适合年少观众的敏感内容 很显然的 我们将会提到很多动漫关键情节 请小心剧透哦 第十名 企业佣兵 在这部动漫中 除了有各式各样的帮派团斗之外 每一幕的情节设定 也常常会出现毒品 性交易 以及严重流血事故等等 当中最令人震撼的应该还是这艘船的 新纳粹主义分子被屠杀的那个场景吧 然而 这部动漫被归类为限制级动漫的主要原因 还是女主 莱威娜毫无遮拦放嘴炮的个性 她的嘴炮技能甚至可以说是接近死士的程度了 第九名 恶业怪客 在一边你有发誓要拿下所有带罪者的前程天主教徒 在另外一边你有优少校领导 那种一战斗以及种族清洗的第三帝国吸血鬼残党 那么在中间呢 没错 就是最嗜血的持枪吸血鬼 如果你喜欢纯粹的烧入场面 那么当阿尔卡特拿出他拿手的屠杀技能时 应该会合你的胃口 另外我们不得不提 这部动漫系列里面的平民还真的是炮灰啊 第八名 蓝色恐惧 在许多限制级动漫中 都有着人心最为丑恶的主题 当我们曾经在这部由明导金敏指导的心理惊悚片后 你必定会认同这个主题 在这部动漫电影中 我们看着女主物约为麻从歌手转型成为女演员 遇到变态跟踪狂的出没 并且同时发现 自己正在慢慢失去对现实的认知和掌控能力 这部电影以粗暴的呈现方式 表现出一个最贴近现实的真理 必定会让你屏溪凝神的观看到电影结束为止 第七名 晋级的巨人 在这个落入强识的世界 人类已经不是食物链的最顶端 当食人的巨人漫步在这世上时 旷大人类领土的重任就落在誓死如归的调查军团身上 艾伦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巨人吞噬后 就立誓加入调查军团踏上复仇之路 接着还发现自己身上有变身巨人的诅咒 惨烈的战斗就此展开 其中当然也少不了许多角色被吞噬的场面 第六名 攻殼机动队 我们该如何识别什么是机器 什么是人类呢 教授人工智能就更加复杂了 根本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在女主草剔素食上 卓追捕神秘骇客 傀儡师的过程中 这部电影探索了各种引人深思的主题 例如生命 死亡 性别 以及科技引发的社会问题等 除了淫欲的哲学思想之外 这部电影还有许多造成视觉冲击的画面 我们至今都还是忘不了 少佐拆卸自己的肢体 来对战暴走坦克的那个画面 第五名 永生之久 如果要用三个词汇来形容这部动漫 那便是黑帮 长生不死 以及数不尽的子弹 比起动漫中各式各样的角色 和他们无尽的魅力 即使他们个个都杀人无数 但还是深深地吸引了观众 除了不间断的剑学和内脏横飞的画面之外 艾萨克以及蜜莉亚的搞怪夫妻组 也是相当有序和引人入胜 当然也少不了克拉雷吹嘘自己无所不能的场景 这些角色是如实的讨喜 到了最后你甚至不会为他们在 飞翔近九方列射上的杀戮感到反感 你的人生是否倡议 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 一旦你看了这部1970年代漫画改编的动画后 相信你将会再次意识到 人类其实不比恶魔来得更圣洁 当好友告知恶魔族将会苏醒祸害人间后 原先落落的男主不动明 自告奋勇的 和恶魔合体变成一个带有人性的恶魔 从暴力到性爱再到氛围 这部当代经典动漫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震撼人心 不用多久 你也会跟男主一样 为人性而落泪 这是个残酷的世界 我们的男主格斯比任何人更了解这一点 从尸体中诞生 背负弃如以及年纪轻轻就被送上了战场 格斯的一生都看见了各种形式的杀戮 然而 命运在他选择加入英之团傭兵组之后 有了更坏的转变 从这里开始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百年战争中 面对来历不明的怪物 最后还遭到动漫史上最惨绝人寰的背叛 第二名 亚迪拉 除了超酷的机车外 这不会是你想要生活的反乌托邦世界 随着新东京世暴发的帮派战争 男主 金田正太郎和倒铁熊发现自己陷入了水火之中 尤其是倒铁熊 他被强行注入了强大的心灵感应超能力 从这里开始 事态急转直下 当倒铁熊无法控制他的新能力时 心动近世 被这个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给彻底破坏 除此之外 这部动漫还附上了时尚最恶心残酷的变身场景 唉 可怜的倒铁熊 这部动漫或许没有像这份榜单 其他的动漫来得血腥 色情或者暴力 但却能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男主 史派克 史比格和他龙蛇混杂的队友 一起飞越星际 猎取赏金 一路上 经常都惹到一些恶名糟糟的危险罪犯 致命刺客 以及红龙组织的追捕 让他们时常陷入各种炙热的角斗中 除了哭之外 没有任何词汇可以形容这部经典动漫了 你认同我们的榜单吗 你喜欢哪一部限制级动漫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同时也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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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